熊猫战绩 熊猫战绩作者齐情维 第五篇 我彭腐是你背骨人生的一颗棋子 这时比方因手机缘故 而持续对注三跪踏伐时 三跪则窝在咣咣咣这个避风港 熊猫并运用着自己的知识 帮忙破解及排除来自比方 海上倒海猛烈的攻击 而世家团这是因为手机的内容 便对外宣诉着自己受到的迫害 诉说着这直播圈的不公不义时 注视牵引着包括我们在内的观众 世家团在荧幕前哭诉着悲情 注视引起不少人因怜悯而同情 尤其在以情三级戒备的情景下 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召开记者会 向所有人揭发所受到不公不义之事 甚至表示只要三级戒备解除 就马上召开 然而两年以来 我们看到的是 理事长不断被攻击 看出自比为河马的团体上街游行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记者会的举行 而且不断看住 萤幕前一直操弄着悲情 以及观众因同情而一直斗内 所谓正义的伸张 没看到 至少在我们现在这群觉醒的眼中 确实如此 当然这是事后之言 在当时熊猫与蜜蜂 及三贵夫妇 半夜在避风港整夜畅谈着 我们这群熊猫观众 则熬着夜听柱 遇事产生了圈粉这小团众 然而熊猫的名字却突然出现 在三贵使用UPS系统的直播上 所谓的UPS系统这软体 播出的内容必须先在预览区省得过 才会播送到对外播放区 不是那么能轻易应手滑而播送出的 于是乎熊猫的名字曝光了 随之而后 熊猫的资料也出现了 在这一段纷乱的情景下 三贵被攻击的力度也变响了 这时很多的矛头 开始慢慢地转向熊猫 然而熊猫还不知道 这场背后的杀招 第六篇如果我是前县长派来的 那你是红彤派来的吗 就像买股票的人 遇到头股老师 最想问的只是一句 老师明天哪张股票会涨 而不是哪张股票能够投资 进场时间等等 而真正的头股老师 只会跟你说分析跟策略 股票大部分都嘛都能买 不然上市上贵爽的哦 也都会跟你做风险预告 所以熊猫虽然提供法律意见 但是否提供也是当事人的自由 然而为了转移被攻击的焦点 三贵夫妇大谈过论熊猫的背景 家大业大没问题 然后推测是前县长派来渗透的谬论 啊啊啊 那三贵你们 是不是法院所认证 红彤党派来的 接受排山倒海的抹黑攻击 市家团开始接力追杀放逐熊猫 密封此时也为了自身流量 也加入追杀行列 甚至不断诬陷并对熊猫泼脏水 事后来看 手机这波的操作是成功的 熊猫被追杀放逐 则是出于必然的 因为熊猫太专注于专业层面的付出 让观众清醒及冷静观察事件 但忽略市家团对于经济层面的需求 而需要观众盲目及狂热的追寻 在那段夜太黑了 以至月亮都找不清前方的路 熊猫教了我们专业 启蒙了我们正确看待 及分析事情的方法 用心照亮了周围 在我们这群前世家团的观众来看 确实满满的不舍与不满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 山虫水赋予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桩 此时约书亚登场了 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